好,剛剛各位看到所謂的第幾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做到這幾個地方呢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只有很單純做這個面的部分 因為它本身它也是一個曲面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上面來講 你要做一些切割面的話呢 不要忘記這還有兩個指定 這個指定叫所謂的投影 投影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個曲面上的圓圈圈 代表就是說 我可以在這個曲面上來去畫出這個切割的線條 怎麼做? 它必須要在這個曲面的垂直位置 比如說它在上方或下方都可以 例如說我在平面上來講 我去畫這個弧線 畫這個弧線以後呢 當然這個弧線你可以把它擺在上方或下方 待會我要看清楚 我習慣上來講我比較喜歡畫在上面 比如說你在底下也可以 例如說記得一連垂直方向往上 接著呢 我在我們的2D視窗上面來講 就平面上來講 你可以用偏移指令 偏移一個 我想要的馬路的寬度 好了 以後呢 我可以利用這兩條線段 OK 你選這兩條線 就利用這個投影指令 你選它 它為你要放在投影的上方的面 因為它本身在預設 它會是要求你把這個線畫底下 可是畫底下 事實上我要這樣子往上投 你知道我比較不喜歡 我喜歡從上面往下 所以一樣的方法 只要是 它這個面的 曲面的垂直方向 上面或下 都可以 你就直接選擇 它會直接點去這個曲面 它就幫你把這個線條 揮織進去 這時候你可以把這兩條線都刪掉 進去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群組對不對 進去裡面就一塊兩塊三塊一塊去切割掉 中間這一塊就可以變成同一個顏色 就可以做出什麼的切斷面的部分 例如說你要做一些馬路的話 你絕對要做方式做一個很邪惡的動作 好 除了這個以外 平常我們在做一些建築物來講的話 你要蓋房子 上面我可能要擺一個房子 那這房子在這個地方 我可能要先整地 先把我們的建築擺在上面 對不對 如果的話你比較特殊 你可能從土裡面長出來 當然也可以 可是 基本上我們會先做一個整地的部分 如果你要做一個整地的內容 上面來講的話 它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房子這個叫做印章這個指令 比如說你給它一個面的資訊上面來講的話呢 它當然一樣可以放在上面或下面 跟剛才這個切斷方式一樣 我可以選擇這個面 我一樣的 我比較習慣從平面上面來講的話 去做一個擺設 比較方便知道它會有關聯性的部分 好了 以後呢 確認大家正上方的時候呢 接著你可以利用這個印章指令 選擇這個面 看一下我們的印章 右下角它會告訴你的偏移距離 什麼叫偏移距離呢 比如說各位如果說夏天的時候 我們去海邊玩對殺 對殺的時候 平常我們在 平常一個殺堆 你要把它立起來 你要讓它垂直立起來 基本上旁邊要磨擺擺成 對不對 否則它又能看它這個斜度的方式 有沒有 看它的坡度 同樣的 現在這個所謂的 偏移就是 你能看它的坡度 你從平面上去看到它 頭影的這個寬度的部分 OK 所以這裡來講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變更 比如說我給它改一個三公尺 OK 三公尺可以看到這個 紅色的框框就會變大 OK 它的範圍就會變大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自己去檢查 會不會是不是你想要的內容 確定沒有問題 以後你就直接點選這個曲面 點它以後呢 它可以用自由的方式 自己去調整它的高度 你可能融起來 也可能凹下去的方式 自己去設定你想要的變化 好以後呢 這個就完成了 那這個面就可以做一個三種動作 那只要把你的建築放在這個平面上面來就可以 那當然有說 那我剛剛隨便點 那我要可不可以你實在去調整它這個平面高度 當然也可以 如果你要做 就去裡面邊請選擇這個面 接著按下我們移動指令 移動指令去移動的時候 不要隨便亂移 記得方向鍵上鍵 按下去鎖定 它只能正確的方式是什麼 垂直方向去做移動 OK 這樣子比較不會影響到你這個面 嗯 奇怪的狀況 所以這裡還是可以去調整它高度的部分 那輪到你想要的適當位置 再把你的建築放到這個平面上面來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電話把移動再卸混 所以南非力旗下這兩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對 對 對